香港選委會選舉投票率創新高 達到46% 由施樂秋、吳子敏報道 投票率在突破歷界紀錄之後 還有不少選民趕來投票 選舉前兩天 特首梁振英宣布不會連任 新特首是誰 就取決於日選出來的1200人 很害怕Plan B 很清晰支持真普選 還有我想不是反共 是真的需要香港有民主自治 願意與香港市民溝通 愛國愛港 即是太過政治化的人士 就沒有那麼好 希望可以團結到香港的各界人士 令到香港安定泛榮 我也是特意搭的士過來的 因為其實我今天忘記了投票 也覺得有機會投的話 應該盡回責任 這一場只有23萬合資格選民的選舉 這次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參與 現在覺得自己的選擇空間越來越少 所以我這次也特意覺得一定要來投票 希望可以盡一些魅力 選官會主席馮華 巡視票站的時候就說 留意到有些票站有人龍 但運作暢信 關機時代 記緊投票 記緊投票 泛民主席就認為投票率雖然高 但未必直接令他們受惠 千萬不要只看投票率 就以為我們可以 因為其實很大機會 仍然有很多潛在的建制票員在這裡 有建制派名單說 梁振英的決定對選舉沒有大影響 天下父母心 我想CY這次的決定 我們都很理解的 千二人的選委會實際上差幾個 在當然選委裡面 立法會議員有兩個 因為宣誓無效被取消資格 有三個就身兼人大而身份重疊 而在沒有競爭的進出口界 有一個人提名期之後 才知道不是選民無法參選 實際上選委會只有1194人 選得不特別高的 可能是教育、社工、法律等等 都是以往他們一些選情上 比較佔優的 反而上一屆的選情 未必選得特別好 今屆的投票就飆升得很厲害 例如會計等等 如果我們關乎9月功能組別的選情 見到泛民在組別裡面大勝 現在投票率高 我相信絕對對他們有利 北京可能要考慮 他手上的組織票、鐵票 足不足以能夠讓他派出一些候選人 是穩勝 還是要派出一些候選人 不僅是基本盤 還要爭取一些中間政治光譜的人 本身是測量師的行政長官梁振英 早上去投票,沒有回應任何提問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繼續被追問 何時決定是否參選 一定是綠燈、中央給你的指示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滿光出席活動 主動回應記者 說對梁振英的決定感到錯愕 但會尊重他的決定 至於林鄭月娥說重新考慮參選特首 她就說不評論 尤其是我作為行會非官首議員召集人的身份 我會覺得不是很恰當地去隨便評論任何的潛在候選人 但林鄭月娥是否一個適合的人選去參選特首 我真的不想像公開那樣去評論 對於兩名司長有可能選特首 多個局長繼續不評論 我暫時也不會對一個可能性或猜測去評論 理解特首的決定 我也會在餘下的任期裏面 儘量做好我們配合特首的政綱 做好我們的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蔣譚治元被問到會不會留任時 就說自己本來有些想法 但現在要再考慮一下 梁先生的決定比較突然 我現在都消化這方面的消息 對我本來的想法是有一定的改變都不停 正式選出了下一任的行政長官之後 我會看該位的行政長官 他的施政的理念、原則、施政的方向 以至到他施政的風格 或者施政的手段來決定我的去留 譚治元說自己負責安排選舉 不適宜作任何評論 但重新問責團隊和18萬名公務員會緊守崗位 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網誌 回顧在過去九年半擔任司長的生涯 和海嘯的時候當機立斷推出措施 即使環球經濟波動 香港依然維持經濟穩定、財政健康 他又說擔任公職需要以民為念、以民為本 又感謝家人及同事協助及支持 說只要有他們同行 又何具前路新挑戰 由許銘進報導 連日來曾俊華都沒有回答記者 特首梁振英不連任 有沒有影響他選不選特首的決定 但就以有你同行為題寫網誌 說自己是一個多心的人 做財政司司長九年半 寫了近430篇網誌 由預算案到自己的興趣 什麼題目都有 目的是令到自己更加貼地 而在Facebook網友留言、批評 甚至是表情符號 對他來說都是寶貴的回饋 又說自己雖然不再年輕 但就特別喜歡接觸年輕人 因為他們對理想抱有激情 對事物有獨特的看法 他又在網誌中 重提8年前的一張紙條 說是一個市民在地鐵給他 說是提醒要採取措施 緩解基層市民之苦 曾俊華說 將紙條放在桌上一段時間 讓他記住市民對他的期望和捉托 也提醒他擔任公職 要以文為念、以文為本 也都是這份責任感和使命感 令他多年來揭盡所能做好工作 去到文章的尾段 他回想當日出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心情既興奮又緊張 感謝同事盡心盡力協助他 又提到太太和家人 一直給予無限鼓勵和支持 說有他們繼續同行 又何據前路新挑戰 香港行政司長官參選人胡國興認為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 因為梁振英不敬續連任 決定重新考慮是否參選 是不合邏輯 由劉子鳳回到 我聽到他在電視說的話 我覺得不是很合邏輯的 不是很夠道理的 為何梁特首不參選 不想參選連任 他就會反口 要考慮參選 你為了香港 為了香港不需要等的 等甚麼 即是說梁特首如果繼續想參選連任 他就不用出來為香港 是否這個意思 胡國興挨曼去到一間小學 出席天主教團體活動 和陸宿舍聊天 他又提到有信心 拿到足夠的選委提名票 順利入閘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表示 將會派國防部長 洛倫薩納到中國 落實購買步槍的協議 只有意接收這批中國 幾乎等同免費提供的武器 強調日後 不用再向其他國家索求武器 和大家說說天氣 環境今晚天色大致涼口 明天將會間中有雲 今晚最低氣溫是46度 不平日 最高氣溫將會回升至22度 最高氣溫是48度 升至22度 非常高氣溫和平日 崩潰市場 最高氣溫 护月 全身 從上 8月 最高氣溫 最高氣溫 超級 最高氣溫 最高氣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后为大家报道 北韩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无意向南韩总统府发动攻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